于是就拿出一把大剪刀 把大野狼的肚子剪开 奶奶和小红帽很快地 从大野狼的肚子里爬出来 他们感谢猎人把他们救出来 小红帽也跟奶奶道歉 她以后知道一定要好好听妈妈的话 不可以乱跟陌生人讲话了 小朋友知道吗 坏人有很多种 不一定都是大野狼哦 所以在外面千万不要乱跟陌生人讲话 也不要乱跟陌生人走哦 现在红话阿姨要教大家一句实用的英文句子 就是当大野狼把奶奶和小红帽都吃下肚之后说的 我吃得好饱 I'm stuffed I'm stuffed I'm stuffed 就是我吃得好撑好饱哦 小朋友如果吃得太饱了 再也吃不下的时候 就可以告诉妈妈 Mommy I'm stuffed I'm stuffed 记得每天都要练习哦 谢谢收听从前从前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我们下次再见咯 先签 感谢观看